曾俊華接受訪問 講了他的估計和爆料 很多選委跟他講 不方便在提名階段開名或巨名支持你 但他就說在暗票階段有機會給他 暗票比獲他 當然這句話他現在一定要這樣說 否則民主三百家的選委不會提名他 否則給了他他也是輸的 有什麼用呢 甚至現在衍生了一個討論 令到胡國興現在危險 半告急 因為現在輪到選委給曾俊華 就不讓他 怕他進去就分薄了 那些選票就有這樣的情況 就出現了 這個說法都是有不少人跟我爭辯 所謂反操控的時候是有什麼意思 我們先說一下反操控是什麼意思 反操控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所謂大家傳出來 張德江南下就跟建制派的人放聲器 就說中央就是唯一支持 屬意 就是林鄭月娥 所以如果你要反操控就是怎樣 就唯有投一個中央不屬意 或者屬意外的人算 這個就要是所謂all the way 去到三月二十六號 就不是三月一號提名緣 你推了多一個人入閘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這樣 就是要全力反操控的 你覺得張德江這樣下來 太散壓頂 接受不了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要三月二十六號 是林鄭月娥以外的人勝出特首 你才叫成功反操控 其實我們在這個節目也說了很多次 如果要這樣的話 你基本上民主三百家提名完之後 幾乎要所有的票要淋下去曾俊華 才有機會 即是要提名等於投票 提名等於投票才有機會 於是陪有人聽完 有些觀眾都很細心 就說 黃永不一定的 我們反操控其實可能去到三月一號 就可以了 就是什麼意思呢 三月一號就是提名期結束 提名期結束 他們說能夠成功將曾俊華送到入閘 然後到時全部三百家不投票 就有你八百六十九個建制派 大家自己在那裡商討 商討完之後 最後投票 投票完之後原來都是林鄭贏的 這樣也無話可說 如果將來不是林鄭贏的 那也是值得他們高興 那也是成功反操控的 如果這樣的話 起碼是由建制派自己作主 自己去決定 那為什麼不是反操控呢 那也不是令到所謂 共產黨為所欲為 我覺得這些說法 真的希望不是為爭而爭 因為如果這樣說 你希望建制派有一個自主意志 可以整班人 一班給他們長期說唯威的人 一班跟他們政治理念對立的人 一班鞏固著香港固有利益的人 去讓他們自己有更大的空間去商討 你民主派是不是要做一個前戲的功夫 搭一個台給你的政治對手 去開會談 自己自由去選一個行政長官出來呢 我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 很難明白 我看見建制派被人操控得那麼辛苦 就讓我們民主派做點事 讓你們在暗票階段可以自由決定選誰 其實要不需要呢 要不需要民主派這麼努力 為建制派做事呢 這個概念上 我真的覺得梁國雄和朱瑋迪說得對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樣做是對 這樣也等於反操控 那你不如入民建聯 你入民建聯就更容易 你入民建聯有百多個選委的席位 你要去做無間道 更加容易 更加不容易被人所謂篤出來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是不可能的 當然魏欣俊華去到這個階段 他都沒有想到那麼多了 想到3月1日再想到3月26日 再想到3月26日 入閘才算 所以現在魏欣俊華一定會說 他在陰溝裏面 一定有很多朋友 我在陰溝有很多朋友 就算他們再提名了林鄭月娥 到陰溝的時候 他都會暗票階段投給他 於是陰溝裏面就會 就會返船 就是返艇 當然 究竟是真的會返艇 還是最終只會令某些人笑到返艇 真的要3月26日 才會知道 但是你說現在才爺這個所謂的陰溝派 或者叫翻船派 究竟有多少人呢 儘管看看民主派受不受 但去到尾就是民主派 是不是真的要踏國台 給建制派 跑去自己去選一個特首出來 這樣對你們有什麼益處 或者更重要的問題 對爭取民主的進程 又有什麼幫助呢 就不同的事情 哀嚴